比較不好 不好記 因為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物件裡面 去執行這個方法 那網路上面好像很多分享都是用這個 方式來寫的 這個方式 那我想也可以 那你可以是 new 一個 new 一個你自己本身 那也是可以 就是說寫法蠻多種的 那你可以稍微變化 因為將來這個考試是人工月券 並沒有標準答案 主要就是說你要可以 run 出 我們要看到的結果 那所以如果你習慣 再把它封裝成一個物件 再去 run 某一個方 mencer的話 那都沒有關係 那我只是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敘述 我想程式部分各位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是無所謂的 或者你如果不喜不喜歡用 縫迴圈你用渡迴圈 壞迴圈也可以啊 沒有問題都可以 但是結果是要跟我們要的一樣 那基本上我講過了 其實你無論用佛迴圈 用壞耳迴圈 用渡迴圈 其實都可以做出來 就像我們昨天有講到那個 九者稱發表 有沒有 佛迴圈 佛迴圈可以 run 壞耳迴圈可以 run 可以啊 渡迴圈可以 run 可以啊 其實都一樣啊 好像有一張那個國家考試那個 叫什麼秉級的軟體設計啊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考這個 這張證照 秉級軟體設計 他裡面考的其實就考什麼 考你迴圈 那也就三種迴圈 就是佛迴圈 壞耳迴圈 渡迴圈 然後他就是三抽一 三個迴圈讓你抽一個 然後要你去把 三種迴圈 反正你抽到哪一個 你就是要把結果做出來 那他就是反正抽到哪一種迴圈 你就要用那種迴圈去寫 寫出他要的結果 你就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寫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了 很多其實都可以讓考驗自己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再試試看 這個110的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增加了 昨天最後我們是講到那個 這個這個預設模式 那 等一下 我想各位 再試試看那個自有模式 那這一題基本上 你會發現那個分量 如果跟前面的比起來的話 真的是要難上許多 要比較難一些些 好 但是 當然 但是我覺得這一題的挑戰也還蠻大 而且可以擴充性很多 將來你這個東西可以再把它改寫成 很多的 這個Sample 甚至App裡面也可以用